体育中心综合报导 干篮哥葛瑞芬今天迎来改批活塞球衣后的首战 此一也较出全场最高的24分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离开了效力9年的快艇 难免还是有点紧张 这位明星前锋在第三节回场上时 竟忘记穿回活塞球衣 自己都尴尬的笑了出来 葛瑞芬差点没穿球衣就上场 今日美国 活塞今日在主场以104比102险胜回熊 而才加盟活塞的葛瑞芬 马上就已先发出赛 表现亮眼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当比赛来到第三节时 葛瑞芬再一次被替换下场 先脱下活塞的球衣休息 突然被叫上场时 居然忘记把球衣套上 差点只穿着训练服都上场比赛 工作人员也赶忙把球衣拿给他套上 事后美国媒体 Bleacher Report贴出了这段逗趣的影片 也调侃写下 看来葛瑞芬还不太习惯穿活塞的球衣 让球迷都笑风 葛瑞芬迅速和队友打成一片 法新社赛后葛瑞芬在接受媒体访问时 就遭遇到队友R 杰克森 Recky Jackson 与抓猛卓蒙德 Anda Dramond的盆水攻击 虽然葛瑞芬才加盟活塞没几天 不过看起来已经汗星队友们打成一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